随着时间的推移 未来的几个月里 我们将陆续看到数款桌面级显卡文式 其中包括 AVIDIA延期许久的卡皇RTX3090Ti AMD的RX6950XT 6750XT 以及英特尔的桌面级ARC显卡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这集客机来看看吧 根据AVIDIA正式公布RTX3090Ti的消息 已经过去了两个月了 然而由于显存配置 以及BIOS驱动方面的问题 进而导致RTX3090Ti迟迟没有推出 但是近日 根据ChipHell的消息指出 RTX3090Ti存在的问题虽然依旧严重 但会通过换用新的PCB背板 以及更换相应的显存 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参数细节上 RTX3090Ti会具有完整的GA102核心 并配备有384bit的24GB GDDR6X显存 而它的最快发售时间将会在本月29日 除此之外 备受期待的RTX3070Ti 16GB版 现已正式被OVDA取消 至于取消原因 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预计英特尔的ARC显卡温室后 OVDA还是有望将其复活的 而大陆朝天的另一边 AMD则将发布数款RX6000系列中的升级版显卡 其中包括顶级款RX6950XT 次旗舰RX6750XT 主流款RX6650XT 以及入门款RX6500和RX6400 其中前四款最快将于4月20日推出 而余下的RX6500和RX6400则是发售时间待定 至于它们的具体规格和性能 超级客将会在之后的视频中为大家详细讲解 所以请持续保持关注 但反观英特尔这边 从去年就预告的ARC桌面显卡 现在也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其中包括了A780、A580、A380和A350四款 而它们均会采用台积电6nm制程工艺 并基于XEHPG微架构打造 而在核心规格上 ARC A780和ARC A580均会采用DG25121U核心 其中旗舰A780拥有32个XE内核 和4096个流处理器 次旗舰A580则拥有24个XE内核 和3072个流处理器 而主流的ARC A380和ARC A350则会采用DG21281U核心 其中A380拥有8个XE内核 和1024个流处理器 而A350则拥有6个XE内核 和768个流处理器 至于显存容量方面 英特尔也是不肯逊色于其他两家 四款显卡均将配备GDDR6显存 其中旗舰A780的显存规格 为256bit 16GB 次旗舰A580为192bit 12GB 而主流的A380和A350则分别为 96bit 6GB和64bit 4GB 除此之外 它们均会支持DX和VIOCAN图形架构 以及光线追踪技术 当然也有配套的XESS超采样技术 至于具体的公布时间 目前英特尔正式预告了 将会在今年的5月10到11日 举办为期两天的英特尔 Vision主题演讲 届时ARC将有望发布 但定价嘛 目前还没有任何消息透露 然而根据英特尔的首席架构师 Raja Koduin表示 为了让数以万计的玩家们 用上英特尔ARC显卡 即将会准备充足的货源 以及很有竞争力的价格 以此来进一步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所以各位玩家们就请保持期待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而你的一键三连 也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持续动力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 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极客机 我们下期再见